嗯 没问题 这样莫菲就追回了一盘 也是终于顺顺当当的赢了一局 莫菲会很认真的把这局打完了 确实这盘球莫菲的K球确实是相当的漂亮 红球分布的位置都相当的好 嗯 做到中带 底带都可以 应该会选择底带啊 其实职业选手有的是在长距离的走位当中 也是走一个概率 对 没错 因为毕竟不可能那么远的距离 还把位置控制那么精确 他也是走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到这个范围之内 他应该都有的选择 或者中带或者底带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把职业选手想得多么的高超 对 确实是 就奔着这个球去就行了 嗯 没错 确实在早些年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在看这个国外的台球比赛的时候确实感觉他们像神一样啊 嗯 很多很多这个台面上可能表演说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看不懂 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台球 所有运动这个不断的发展 现在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也不会觉得他们这个那么的强大了 随着这个包括丁俊辉 现在已经打进了世界的排名前八位 包括那么多的球员都在英国打比赛 所以说慢慢的也开始知道了到底这个这项运动是应该是一个怎么回事 啊 莫菲追回了一局 嗯 比分变成2比5 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丁俊辉拿下一局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班场 对 应该说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一局啊 应该说对两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又让莫菲再扳回了一局呢 那就 显得不那么 不那么满意了 啊 确实这个 以刚才一个5比1的领先优势来算的话 确实如果上班场结束 对啊 只有一个两盘的领先优势 确实不是特别的这个 不是特别的满意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 毕竟莫菲也是世界的高手啊 所以说这个 有两盘的优势也不是说不能接受 毕竟还领先着嘛 是吧 是 看看 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盘了 嗯 莫菲应该也刚才是在和裁判交流啊 看看 上半场的比赛应该是打8盘还是打9盘 因为这个 职业赛在17局抢9的比赛里面 有的时候是打8盘 有的时候是打9盘 嗯 有些网友觉得 现场的声音 击球的声音有点小 我们这个耳机里听的 现在我们已经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 江西省 对了网友说 难得丁俊辉在国内赛场上有如此好的状态 可能这个丁俊辉这个今年的这个赛季啊 这位网友关注的也不是很多 确实丁俊辉在今年这个赛季 确实发挥的相当的突测 嗯 单赛季排名排在了第一位 也就是说在这个 在新的赛季开始之前啊 这个丁俊辉这个 如果有一个好的发挥的话 嗯 在新的赛季开始之后 是有能力去竞争 下个赛季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宝座 嗯 也是为了这个下个赛季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嗯 莫非远台进攻又失误了 回答网友的一些关于我们的直播时间的问题啊 嗯 下午的直播呢 双方再打一局 对 就结束了 对 运动员也要休息了 因为上午 嗯 上半场就是打 八盘 嗯 打八盘 然后晚上的直播呢 是从 九点半开始 是从那个晚上七点半开始的 晚上的比赛是从七点半开始 那么我们直播也是从七点半开始 那么我们直播也是从七点半开始 嗯 也并没有急于去叫黑球 因为这个黑球打进以后摆回的位置啊 有红球影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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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几回也是先围绕着外面的红球 一点一点在寻求突破 应该会是继续用篮球来过渡 这一干应该会选择黑球上面的红球来进攻了 看看 看看 也是希望把黑球这个点位附近的红球全部打掉 如果没有更好的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需要用篮球或者粉球来做调整 并不急于去做黑球啊 嗯 嗯 好的 背着还是不错啊 应该说 如果这样选择做黑球的话 应该说 在打进那个红球以后 黑球摆回到点位 应该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嗯 嗯 好的 背着还是不错啊 有一位网友可能是错过了我们的直播时间 他说一点多看的时候还没有 所以以为三点开始了 结果一看上半场已经快结束了 一点应该开始了 啊 是 一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其实已经开始了 嗯 听起来把黑球附近的红球基本上都处理干净了啊 黑球也是两边 的通道都已经通开了 确实听回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确实啊 非常的强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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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网友问 黑球灰是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对 黑球